好的朋友们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你们的老朋友 今天是18年12月17号 是吧 星期一 又到了这样一个时间点 今天的早朋友分享的话 其实是一桌的开始 我觉得节顶也还蛮重要 然后的话 今天的早朋友分享 其实机会相对于上一桌 上上桌的机会 相对来说就要明确很多 今天这个机会 可以说是一个无脑的行情 是吧 这是一个久违的一个词 应该也好久没给大家说过这个词了 因为上桌或者上上桌的行情 确实比较不明朗 不明朗 所以说呢 只能比较稳的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它给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才会去做 这一桌 这个星期一 给大家看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结构 非常清晰的结构 其实 首先呢 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吧 其实在桌子给大家 上桌给大家最后见面的那个黄金 给大家提了一嘴 说这一个多当 是吧 无脑去挂多 无脑去挂多 紧静的机会 还建议大家仓位适当重一点 也不知道朋友们坐进去了没有 当时我看今天早旁分享 没有 今天在早旁分享之前 我跟航当群里 是吧 航当群里的朋友交流 看来坐进去的朋友 还是比较少 比较少 其实这种机会是非常不错的 基本就是景前的机会 我在直播中也是这么给大家去讲的 是吧 那么黄金这个错过了 那么今天 这个机会在哪里 我们可以去适当去 是吧 抓住一下 其实今天机会 关键还是咱们来看买纸 买纸的这个结果 在我看来 比较美 比较漂亮 这个阻势的话 比较的一个规范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买纸的话 其实这样的一个N 已经是已经出来的 朋友们 大家可以看一下 结果也还非常清晰 是吧 上涨 回调 再上涨 再回调 朋友们 这个点一定会有一个多单的机会 这也就是今天 仅前的机会点 一个无脑的机会点 而且它的动能结构 也相对来说比较配合 所以说朋友们 这个机会的话 非常的漂亮 这是一波上涨 是吧 这是一波回踩 然后再上涨 结构非常的清晰 所以说呢 这个N 当下目前的结构 就跟随这个N 做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太多 可去想的 就按照这个做 无脑做 没有太多 是吧 要去纠结的 今天的行情非常的清晰 明了 是吧 那么朋友们 方向给大家说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是位置 是吧 朋友们 给大家一个无脑进场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从这个点 其实从这个点开始 拉飞波 看它的回撤点 朋友们 这一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50是吧 这个位置 买员指数 今天日内如果下趟到这个位置 直接无脑 左侧多 这是今天非常漂亮的机会 看这个市场 是不是 如果给到 朋友们 无脑 左侧多 不要去等信号 左侧 一定要左侧 这个结构 我就是这么熟悉 我就是这么确定 不要等信号 直接左侧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今天非常不错的机会 它一定跌不下去 它不可能的 它不可能跌下去的 它在这里 这样的一种左侧 就注定了 它在这里砸不下去 注定了它砸不下去 在这个位置 大家只要按照我的建议 直接多进去 就可以了 然后等着这一步的一个 说割 是吧 好 这是每指的一个结构 相对来说 非常的清晰 那么是吧 相对应过来 欧元 朋友们 欧元的杰作 同样的 跟每指的左侧 基本的化成一个 互相关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四小时级别的结构 给大家说的 这个说的 之前说到的 这个说你三角形 已经 进行了一个 有效性的破位 大家可以 这一笔的话 还是给的蛮重的 蛮重的 然后进行一个弱势的反弹 朋友们 所以说呢 机会是一样的 那么今天 欧元的一个机会节点 跟美指一样 在这个位置开始走起 是吧 那么朋友们 也是五零 这一块区域 直接左侧 多当 直接左侧 空当 就可以了 跟美指的杰作 是吧 是一个互相关 所以说 整体的杰作 非常的清晰 可以稍微 比上一周 这个仓位 可以稍微 适当 重一点点 但也不要太重 毕竟他还没有走出来 是吧 没有完全走出来 只是说 卖出了第一只脚 但是往往 卖第一只脚的时候 他的不确定性 还是有的 他有可能 卖出去了 然后立马又收回来 这种可能性也有 所以说呢 真正亏钱 真正危险的 危险的地方 都是那种 都是那种 即将并盘的时候 即将出现 趋势线行情的时候 在那样一周末端 是最容易亏损 也是最容易爆仓的点 所以说呢 虽然说 他第一只脚 已经卖出去了 已经破坏了 但是还是得小心 毕竟他第二只脚 没有再走下去 如果说在这里 继续 是吧 反弹继续创新的 哎 朋友们 那就有了 他短时间是 怎么也不可能回去了 那个时候顺势去空 可以稳重一点 现在的话 还有不确定性 朋友们 这个位置 咱们等50 直接左侧空 仓位可以稍微提一点 但也不能太重 所以说 这是今天非常漂亮的机会点 只要给到 就是无脑 仅前的机会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反正是我说过的 无脑的行情 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 无论是早房分享也好 无论是直播也好 基本面中率 都是90%以上 所以说 朋友们 给大家指出来的这些机会 千万不要去错过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还是有一个节奏的问题 就是大家 没有一个轻重谎急 大家对这个概念 非常的陌生 其实这一点 反而非常的重要 什么时候该保守 什么时候该稍微 是吧 什么时候保守一点 什么时候该激进一点 什么时候要选择去进攻 其中的一个轻重谎急 好像大家掌握的 不是特别的好 有时候可能太过于保守 有时候又太过于激进 其中的一个平衡 确实没有十年以上左右 没有十年左右的一个修炼 是比较难达到这种平衡的 其实大家如果现在达不到 你就听我的分享就可以了 凡是我说的无脑的行 无脑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稍微 是吧 进攻 进攻一点 急进一点点 凡是我说的 今天这个行情 如果怎么怎么样 那个时候 大家要保守一点点 是吧 所以说呢 节奏 大家要把控好 就像 上周 直播我给大家说的黄金 它不是一个进的往下掉吗 可能大家感到的都是恐惧 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是 无脑走策多 是吧 还提示大家 仓位可以重一点点 朋友们 所以说呢 该进攻的时候 你们又太过于保守 该保守的时候 该防守的时候 你们又太激进 朋友们 这个节奏点始终难以去把控 是吧 所以说朋友们 还有很多要成长的地方 技术只是一个面 它只是百分之 在我看来 一个真正成熟的一个难图 如果是按照一百分之百来看 技术我觉得只占百分之四十吧 只占百分之四十 节奏感大概占到百分之三十吧 还有百分之三十是人的状态 和自尽的状态两部分 所以说呢 朋友们 这样一个比例发分 大家也可以去按照 对照自己现在的情况去思考一下 技术只占到百分之三十 然后的话 这个节奏百分之 技术百分之四十 节奏百分之三十 状态 人的状态和自己的状态 你剩下了百分之三十 这个比例我觉得是比较科学的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现在状态 去对照一下 是吧 看看自己哪里还有问题 是吧 好朋友们啊 今天的早报分享就给大家讲这个点啊 希望大家都能够牢牢的抓住啊 没指这个左侧做多和窝元这个左侧去放空的机会 具体的啊 大概的一个位置 我也告诉大家了啊 希望朋友们啊 看到了就不要去错过啊 好 今天的早报分享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 喜欢我们的朋友去可以看我们的视频 在优酷特学上面都有啊 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阿萨社区里面有很多我们云层的东西 是吧 可以去浏览一下 最后朋友们啊 可以加我的私人微信啊 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啊 加周老师的私人微信 我们可以一对一真诚的去沟通 去帮去发现更多的问题 去解决更多的问题 然后去更好的进步啊 行 朋友们啊 今天的早报分享就到这里 祝大家啊 交易与顺利啊 咱们明天再见